交手机 来啦 我交 那么 没有手机的一天 现在开始 好了 一个小精灵 两个小精灵 三个小精灵 四个小精灵 来啦 我们要玩手机 不行 可是没有手机真的好没意思 我们都无聊到失潮了 那就看书吧 看书一定很有意思 算了 算了 怎么办 老师不给我们玩手机 早知道就不参加了 我想玩手机 大家快想想办法 要不 我们偷偷把手机拿回来 这能行吗 人家老师会不会生气 应该没事吧 那我们快走 老师在看书 好机会 谁先去试试 大宝 加油啊 好吧 看来只能我自己去了 我要慢点走 轻轻地走 不搞 我溜 奇怪 我明明听到了呼吸声 还好没被发现 我要继续把我的手机拿回来 不搞 原来是一只猫啊 吓我一跳 不行 我要去喝杯热茶 太好了 眼睛老师离开了 我这就去把大家的手机都拿过来 到时候我就是帮里最厉害的了 好啊 大宝 你竟然偷偷拿手机 老师 我说我就是过来摸一下我的手机 你信吗 你相信自己的话吗 我不信 今天的作业多写一遍 现在就去写 好不 这个办法好像不太行 老师 我真的好想玩手机呀 有了 我们这样这样 嗯 这才真行 眼睛老师 不搞了 手机不见了 什么 什么时候不见的 在哪里不见的 就在刚才 老师 我带你去 我们快走 嘿嘿 眼睛老师走了 手机是我们的了 啊 果然还是要靠我们几个 手机真靠玩 哼 被我抓到了吧 小辈球妹 对 你们两个 把今天的作业都给我写五遍 完了 哼哼哼 不对 小雪也玩手机了 为什么只说我和熊妹 嘿嘿 因为我是眼睛老师排来的卧底呀 什么 我就知道 你们肯定会偷偷玩手机 所以 让小雪看着你们 之前大宝被抓到 也是因为我告诉了老师 什么 小雪 你是个叛徒 雕食雕食 小雪本来就是这次活动的卧底 是你们自己报名参加的活动 还不遵守规则 怎么能怪小雪呢 好像确实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错了 嗯 那就快去写作业吧 知道了 小朋友们 你们想参加这样的活动吗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找点赞 请你 赞